哈囉大家好 我是肉肉 今天薩達小教室要來跟大家分享 我在初始空島過完通天術後 會看到有一區有佐納屋裝置翼 我當初還以為裝上風扇什麼的之類的 沾上去半天也發現沒有任何動靜 最後才發現要把它放在軌道上 開始滑動過後它就會開始飛翔了 站在不同的位置會有方向的影響 不過這也要注意它是佐納屋裝置 所以也是有時效限制的 當它開始閃坐的時候就表示快要沒有電了 如果沒有滑翔翼的時候就要特別小心 我就是差點往生 真的差點往生的人 真的是感謝老天啊 好的 以上就是佐納屋的E使用方法機 說薩達最讚的就是有1萬種解法 如果你有更酷的解法 可能就大家在留言區分享給我 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如果覺得我們頻道的影片不錯的話 歡迎訂閱我們開啟小鈴鐺 或是加入肉鋪會員成為肉園來支持肉肉 如果覺得廢話太多也可以使用影片的 超級感謝來支持我們唷